青浦知县普道昭 用心当差爱迷如子 且青莲如水 堪比海瑞 卓格外加恩 卓升江苏巡府 十日内到任 钦此 普道昭遵旨 离开江苏 乾隆皇帝的南巡船队 向安徽第一届进发 可行进至青浦境内 河道竟然被石块堵塞了 没办法 乾隆皇帝只能下令停船驻臂 并派遣季晓兰和海兰察 微服私访 调查详情 谁知 这一查竟然查出了一位罕见的清官 也就是和珅举见 圣上清典的青浦知县 普道昭 南巡途中 山东巡府张宝先给乾隆皇帝 添了一把董 退休阁老曹元龙 又逼着乾隆皇帝大兴文字语 就连随式的季皇后纳拉氏 也悍然断发 让乾隆皇帝颜面尽扫 总之 凤母南巡的乾隆皇帝 除了遇到一位红颜知己外 遇到的几乎全是糟心事 如今毫无容易出现了一位清官 而且还是自己清典外放的直线 自然龙心大悦 终于有了证明南巡好处的理由 乾隆皇帝自然不会放过 赶紧趁机给自己脸上贴金 治国之道 身体力行 当若不来清仆 全凭江苏巡谱 一指奏章 岂不又让人骗了 纪云若不是言街巷 微服四访 真伟又如何明辨 普道昭爱明 清典 咱们又怎么知道呢 总之 南下巡视好处多 微服私访的好处更多 谁再说 朕南巡是为了旅游 朕就跟谁急 领导把大吊子定下来 和尚自然要赶紧予以附和 皇上所言极是 陈举荐葡萄招时 也没有料到他会有如此作为 多亏继续是细心体察 书中书间 才得以精畏分明 瞧瞧 这就是表公的技巧 表面上看是对普道昭的夸赞 但实际上是在强调自己对普道昭的举荐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 人家还不忘了夸赞季晓兰的功劳 和尚征功 纪晓兰不敢反对 但和尚的部分功劳 推到了自己的身上 纪晓兰就不能不有个态度了 臣跟着皇上南巡 耳濡目染 才出学了些皮毛 这次只是世事深浅 便学到了不少见识 功劳 都是领导的 领导没去 没事 我这点本事都是跟领导学的 功劳还得是领导的 一句话 因为普道昭的清廉爱民 让乾隆皇帝的南巡理由 变得更加充分 所以 等到普道昭前来建价 乾隆皇帝才会给予 君父亲吟 天子降阶的至高待遇 按照乾隆皇帝的一贯操作 他需要先落实普道昭的罪过 然后再给予宽忠 以彰显皇恩浩荡 你有爱民之心 为官也很清廉 朕已经打听清楚了 你这个胆子 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 你怎么敢堵塞河道 阻拦阵的船队呢 普道昭既然敢这样做 自然有着充分的理由 臣是不得已而为之 江苏巡抚 徐昕昌 以皇上南巡为由 刮地三尺 搜刮银子数百万两 过清朴有灾情 他不但不救灾 反而摧凉摧款 说是作为接驾之用 微臣想断了他接驾的油头 也免得他再三地催逼前两 臣实在是无计可施 只得抛食堵塞河道 吴唐就是想阻止我上级领导 继续犯错 更是想保护我辖区内的百姓 只是阻止领导保护百姓 你就敢堵塞河道 阻拦圣驾 这明显有点看不起皇上呀 所以蒲道昭还得强调自己对乾隆皇帝的畏惧 臣自知冒犯天子 罪责难逃 我就是有十个脑袋 也禁不中皇上您杀呀 不是不怕你 实在是没办法 才会出此下策 好了 蒲道昭胆大妄为的行为 给出了解释 可乾隆皇帝能接受 但不管怎么样 蒲道昭都犯下了大不敬的罪过 所以乾隆皇帝还需要蒲道昭继续给出说明 以说服所有人 于是乾隆皇帝又追加了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巨石奏报呢 蒲道昭微莫小利 不能直接上达天天 都听见了吧 人家官职小 级别低 根本没办法巨石奏报 只能如此情有可原 行了 蒲道昭的罪过都消除了 接下来就该进入嘉奖阶段了 你在县里开了十几个州场 都是你自己掏钱开的 我们来看蒲道昭的高情商回答 臣早年经商略有些积蓄 朕即百姓灾荒 正好派上用场 早在乾隆皇帝第一次召见蒲道昭的时候 蒲道昭就为自己经商 找了一个无力耕作 只能经商糊口的理由 既然经商只为糊口 那剩余的利润自然也就没了具体用处 所谓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亲谱正值灾荒之年 身为父母官的蒲道昭 也就为自己的积蓄找到了最理想的用处 如此回答 既能原上最初的御前奏队 又能将自己的境界无限升级 人都言 伤人重力亲别离 但这句话却能证明蒲道昭 绝非建立妄议之位 这是其获得试图晋升的重要基础 乾隆皇帝继续发问 还有 台孝子的教夫 都是你的亲戚来帮忙的 不领月赏 这个问题极为雕酸 回答不好就会让乾隆皇帝觉得 蒲道昭好面子重牌上 甚至会立马斩断蒲道昭 刚刚获得的晋升希望 我们来看蒲道昭的回答 臣顾不起教夫 也不打算做教子 可臣的三七六卷中 除了经商重地的 没人做过官 臣当上这个七品之县 他们都十分的高兴 说不能失了官体 因此情愿给臣抬轿子 其一 解释清楚了 顾不起教夫的原因 我只是略有积蓄 还都用来赈灾了 着实顾不起教夫 其二 解释清楚了 不打算做教子的原因 我不在乎那些 所谓的面子和排场 只想实心认识 一心费明 只是皇上清点我为支线 让我成为了全家族的骄傲 本着不给朝廷丢脸 不给圣上抹黑的基本原则 家族成员不想让我失了官体 才会由此表现 总之 蒲道昭的这个表现 也属无奈之举 甚至都是全家族 对于朝廷体面的鼎立支持 两个问题 蒲道昭不但回答得滴水不漏 甚至还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举世罕见的名臣胚子 于是 乾隆皇帝龙心大悦 正式进入嘉奖程序 你知道郑为什么要出来赢你吗 就算是脑子缺根弦 恐怕也清楚乾隆皇帝此举的原因 可蒲道昭仍然给出了 陈真不知道的回答 圣心难测 我一个小小支线 这句回答更是满足了乾隆皇帝的自负心理 满意度直线提升 直接给出了回答 注意乾隆皇帝的用词 其人 其官 一个其字可能是正面评价 也可能是负面评价 也就是说 乾隆皇帝并未明确要加讲 普道昭的态度 所以 本着先虚谨慎的基本原则 普道昭只能先认定 这是对自己的批评 臣罪孽 臣荒谬 有了普道昭的谦虚谨慎 乾隆皇帝自然会给出纠正 好了 乾隆皇帝正面评价的态度明确了 普道昭开始进入另一阶段 这一阶段 也是我们最常提及的职场生存要素 我有功劳 我有进步 都只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领导的栽培 我们来看普道昭的回答 记得当初离京的时候 皇上交代给臣一句话 皇上说 七品之限虽小 但也管着一方百姓 要仔细当差 皇上的话 臣一时一刻铭记在心 我之所以能够今天的表现 皆因皇上当初一句教诲 还是那句话 把功劳推给领导 总会有惊喜出现 于是普道昭获得了破格提拔 清朴知县普道昭 用心当差 爱民如子 且清廉如水 堪比海锐 着格外加恩 着生江苏巡抚 十日内到任 钦此 知县正七品 寻辅 加贤以后正二品 普道昭用五年清廉 换来了十几题吧 当然 这种超拔情况 也只可能出现在艺术作品中 可就普道昭的表现而言 晋升为四品之辅 或者调入京中任职 还是有可能的 只是正如和珅所担忧的那样 普道昭容声寻辅并非好事 他将自己的商人本性和算计功夫 全都用在了官场 担任支线 普道昭散尽家财 清廉爱民 也只是付出的成本而已 等到担任巡抚以后 普道昭开始追求回报 并最终走向末路 走向末路 停车